另外在工商新闻方面 日前北美现代汽车公司 在未云南加州喷泉国的总部召开发布会 正式宣布退出新一代升级版的 购车保证计划 革命性的颠覆现有的购车流程与模式 据介绍 新一代购车保证计划由四项主要功能组成 包括在经销商网站公布 比建议零售价更为准确的公平市场价 为消费者提供更便捷的查看价格的方式 将大部分的购车流程转移到网络 减少消费者在实体店花费的时间 允许消费者自行预约试驾的时间和地点 同时提供三天回购保证 消除买家懊悔的情绪 所以这些购车的购车是一约一约的指示 就是买家的车流程 就是买家的车流程 允许有任何购买的购买的购买 如果买家想要付购车 亨特与商店的购车系统 会请买家的购车在购车上网络的网络 研究表明 90%的汽车买家 对于当前繁琐的汽车购买流程感到困扰 渴望全新的汽车购买方式 而现代汽车是业界第一个承诺 借由全新的购车保证计划 将买车流程现代化的汽车公司 将为消费者带来从未经历过的 更简单 更快速 更透明化的选车与购车方法 北美现代汽车是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的分公司 现代全车系由北美现代汽车在全国835间经销商进行分销 现代汽车的品牌承诺是将客户放在第一位 并挑战业界常规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汽车和服务 凤凰卫视实习记者 孙房思达 洛杉矶报道